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講軌跡Locos 首先看一條Past Paper的題目 這些題目就給了一些條件我們 然後就問P的軌跡是什麼 類似的題目在2014年和2015年都曾經考過 而考生的表現都OK, 不是太差 而今次我就會把常見的Locos, 軌跡集合在一起 一次過跟大家講, 方便大家溫習 今次我們會講這六種情況 但在開始之前首先講一件事 就是一點和一條直線之間的距離是怎樣定義的呢? 我們有條直線在, 也有一點在 這一點和這條直線的距離就是這條紅色線的長度 而這條紅色線是和這條黑色線互相垂直的 我們有時在題目上看到一個字眼就是垂直距離 Perpendicular Distance, 就是這件事 但不用每次都要強調那個Perpendicular垂直的 那麼做這樣說一點和一條直線之間的距離 大家都知道就是垂直距離 就是這條紅色線的長度 我們就講一下什麼是軌跡Locos 畫面所見就有個座標平面 上面就有一點, 這一點可以到處走 我們就習慣叫他做P點 如果沒有任何限制 他喜歡怎樣走都行 那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在我們的題目 當然會有些條件有些限制 就是說了P點是可以怎樣移動的 當它移動的時候 他就會畫了一條線出來 這條線就是P點的軌跡 接著我們就會逐一去說這六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P點和一個固定點 即是A點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 它的軌跡當然是一個圓形 很簡單, 也沒有什麼資料需要補充 接著我們就看第二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 我們有兩個固定點 就是A點和B點 條件就是P點要和這兩點保持一個相同的距離 也就是說PA要等於PB 而P點的軌跡就是AB的垂直平分線 Perpendicular Bisector 這條紅色線就是P點的軌跡 當P點在這條線上移動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看到這兩條綠色線的長度會相同 也就是PA和PB的長度相同 而這個情況也是考得比較多 它可能會給了A點和B點的座標 然後就要我們找出這條紅色線 即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垂直平分線的方程出來 大家一定要懂得做這一點 因為都考得比較多 我只要很快地說一次, 不花太多時間在這裏 M點就是AB的終點midpoint 所以它的座標我們可以找到 而AB的邪率也當然找到出來 由於這條紅色線和AB的線是互相垂直的 他們的邪率成為-1 所以也找到紅色線的邪率出來了 有一點也有邪率 就可以找到一個紅色線的方程出來 順便也提提大家這個英文字 因為曾經有學生跟我說他不懂解釋這個字 這個字EcoDistant很明顯就是 將Eco和Distant這兩個字合併在一起 意思就是相同距離 第三個情況就是P點和一條直線保持一個固定距離 P點的軌跡就是這兩條紅色線 當然這三條線是平衡的 也很簡單 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座標平面上 這三條線的Y折距 即是這三點 它們之間的距離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這兩個線段的長度是相同的 在2012年試卷1的第14題 就考了這個概念 第四個情況就是P點要和這兩條直線保持相同的距離 而P點的軌跡就是它們的各平分線angle bisector 有兩點想大家留意的 第一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各平分線就不僅只有這條紅色線 這一條都是這兩條藍色線的各平分線 當然這兩條紅色線是互相垂直的 第二 假設我們知道這兩條藍色線的方程 如果我們要找回這兩條紅色線angle bisector的方程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這兩條紅色線的斜率 會是一些無理數的Evational Number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情況 例如多兩條藍色線就是X軸Y軸 否則的話 我想題目一般都不會要我們找個各平分線的方程出來的 第五個情況 就是P點要和一個固定點和一條直線保持相同的距離 也就是說P點和A點的距離 就要和P點和這條直線的距離相同的 其實之前那四個情況都是很簡單的 大家只要想一想都會知道軌跡是怎樣的 但是這個情況就比較複雜 大家未必真的想得到P點的軌跡會是怎樣的 其實P點的軌跡會是一條抛物線 即是這條紅色線 那我就移動一下P點 大家留意這兩條綠色線的長度是相同的 接著我們就要嘗試去找出這條抛物線的方程出來 首先我們加一個座標平面上去 假設這個固定點即A點的座標就是43 而這條藍色線的方程就是Y等於1 我們會切P點的座標就是XY 接著我們看看這條等式 等式的左邊其實就是P點和A點之間的距離 只是直接用距離公式Distant Formula 而等式的右邊其實就是P點和這條直線的距離 這條綠色線是一條垂直線 所以它的長度就是P點的Y座標 也就是Y和1相減1 所以Y減1就是P點和這條藍色線的距離 接著我們把這條等式兩邊二次放了 然後盛開它 發檢之後就會得到這條方程 也就是這條紅色線這條抛物線的方程 你可能會問如果這條藍色線是一條斜的線 那怎麼辦呢? 我們怎樣可以找到P點和這條線之間的距離呢? 其實這個情況已經超越了我們中學生的能力 所以大家不需要考慮這個情況 第六個情況 第六個情況 就是P點距離這兩個固定點的距離和是一個常數 也就是PA加PB是一個常數 constant 而P點的軌跡會是一個橢圓形 ellipse 我亦都移動一下P點 大家要留意 無論P點的位置在哪裏 PA和PB加起來都是同一個數字 8.94 而在數學上 其實這個才是橢圓形的定義 我們不是隨便畫一個像鵝蛋一樣的東西 就可以叫它做橢圓 要符合這個這樣的條件 在數學上才叫這個做橢圓 ellipse 而這兩點我們就叫它做focus 應該是焦點 由於有兩點 所以通常用中數就會變成這樣 而這個字有人讀foside有人讀focus 關於橢圓形 有兩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畫到一個橢圓形出來 我們就是用這個性質入手 首先就在focus這兩點 按兩個按釘在這裏 然後就圍一條繩上去 大家想像這條綠色線就是一條繩來的 那支筆就放在p點裡 然後拉行這條繩 當我們這樣轉一個圈 就會產生到一個橢圓形出來 第二點 其實那些星體運行的軌道 例如地球繞著太陽轉的軌道 並不是一個圓形 而是一個橢圓形 而在中心被圍繞的星體 例如太陽 就是位於這個軌道的 其中一個焦點的位置 那裏 這六個情況我們已經講完了 我亦都把這些資料打了一份筆記出來 大家可以在影片描述那裏 找個連結到我們的網頁 下載這個pdf file 今集講的東西就是這裏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